新的 它是一个形容词 一形容词哦 同学请问一下 新的相反是什么呢? 新的 那是旧的嘛 那旧的是什么呢? 顺便学一下 古い ok 新古い 刚好是翻译词哦 好的 那么我们看看句子 新自転車を解体呢? 新自転車を解体呢? 什么意思呢? 大家可以猜 对 意思就是想买新的脚踏车 好的 那么特别请注意一下 新的形容词的 本身有这个 什么什么的的意思 所以呢 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 如果你这样讲是不对的哦 新的 因为翻译中文是这样子 中文是通常会说 新的脚踏车 中间有的 所以很想要把 no 塞进去 但是这个是不对的 新的 新本身就有 no 的功能 所以呢 不需要另外加个 no 直接加 直接接名词就好了 新自転車 新的脚踏车 o o 这个诸词来连接什么 句子呢? kaitai n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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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kau 就是买 什么什么呢? 什么什么呢? ok Ata la shi jiten shiao kaitai na 想买新的脚踏车 好 以上是 Ata la shi 这个单字的解释